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节目是补充4月4日里面的直播 世界大灾问中 所排布上的世界新冠疫情的补充专题 因为那天要讲的内容实在太多 所以必须分离一下 开始之前请可以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将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我们的新冠疫情从2019年发现 2020年的全球风声鹤唳 到现在的半个地球 基本上已经获得大部分的改善 而这个疫情的影响也重创了欧洲与美国的经济 川普的奇迹式防疫 英国的冯系防疫 以及到近日法国的浪漫式防疫 都是采取了感官式的防疫 而不是以科学或是病理的角度来对症下药 所以到了现在 最进步的国家也很容易成为难以防疫完成的地方 我们都应该要相信人定圣天这个志气 但是也要有顺得天理而行的理智 人类之所以能为地球上陆地生物的物理主宰者 靠的不是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惨的野望 而是顺得天理而行 依徐的世纪的变化 土壤的孕育才能够暂时的主宰这个世界 如果人摒弃了理智 只认为唯我独尊 自私的自我自由可以胜过了一切 那么必然会被我们的地球母亲狠狠的教训一顿 无论是气候变迁 或者是病毒瘟疫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本周单日新增病例数的金榜排行榜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名是原本热情的深巴之国 巴西已经被亚洲文明古国的印度给彻底的击落了 印度的单日确诊病例达到了单日9万3千人的高峰 上一个达到这个高峰的只有神之子的国度 美国才可以达到的高度 未来其他国家要击落印度成为世界榜首的机会 可能性真的是不高了 除非就是印度的疫情获得很好的缓解 才有可能让出了这世界第一的宝座 但是话虽说如此 荣登榜首的印度 他平均染疫的比例数也只有在0.9个百分点 所以基本上以他如此大量的人口来说 染疫的人数还算少的 但是同样以这个层面来说 未来也可能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这都是比较难以预期的问题 而虽然现在印度已经有了自己的疫苗 但是这个医药大国的疫苗施打速度 就是很挑战的问题了 印度现在每日接种疫苗的人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 应该是平均每天有200万人去施打 按照这个数字 10天2000万 100天2亿人 印度人口总共有多少 总共有14亿人要完成施打这些国民的疫苗 以目前的进度来看 还需要700天以上 那么也就是一年多 将近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其实蛮需要全球去关注的 那么第二名 其实老师本来以为必然就是足球王国的巴西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浪漫之国的法国 虽然老师根据法国的防疫模式 预期他会飙高了他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但是也真的无法想到法国的单日新增病例 可以说突破了天际 达到了单日最高8万多人的新增病例 而法国的人口也仅只有6700万人 平均染疫的比例达到了7.1个百分点 这几乎是非常严重的地步 他的单日施打疫苗的数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回报的也只有27万人 这个数字也真的需要法国政府 以及百姓要好好的配合一下了 而法国之所以会飙高到这么高的数字 其实法国总统的功劳真的是功不可没 人家封城是下达命令之后 即刻给你限制住居 对不对 但是法国总统不一样 他给你一个几天的时间 让你自己想要去自己的理想中的都市 随便你走 你怎么蔓延都没有关系 等你决定好了 在那边你就不要移动 属于什么?浪漫式的封城 所以说这个节奏也把法国带到了 坐死的瘟疫地域 然后本身的疫苗又短缺 施打的速度又缓慢 这样的浪漫防疫的措施 也真的不枉费法国人的浪漫情怀 第三名才是我们的巴西 巴西目前的单日染疫数字 其实他是有下降的 但是按照上周的高峰 还是达到了单日7万多的新增病例上 虽然这两天他是有降下来的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还是一个不明朗的阶段 但是如果他要超越印度 大概也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而巴西疫苗的接种数 也还在每日45到50万之间 以巴西的人口总共差不多有2.1亿的数字来说 这个是有点过于缓慢的 当然这也卡到他们的疫苗 并非有这么的多 所以以巴西的染疫数字来看 还是在于平均6.1个百分点 这是属于非常严峻的状态 第四名就是我们神之子的国度 美国的单日新增病例也在于6万9千上下徘徊 这几日也真的是有下降来的曲线 但是以7日平均的数字来看 还是在6万4千的上下徘徊 所以基本上这个疫情虽然往好的方面去走 但是防疫还是不能够松懈 对其实这有个大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州都是由共和党去把持 他们有点急功近利了 因为他觉得是说你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就直接给你全部开放了 如果他们原来都是保持的拜登的命令 他们戴口罩还有维持社交距离 其实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打对折的 而美国现在单日的接种疫苗数字 果如拜登总统的计划 单日接种最高的数字 来到了一天400万的接种数 就是平均一周接种的数字 也高达了平均300万 这个数字老师认为很有机会 在这个月会如老师的预测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会降到5万以下 这个概率是颇高的 可能下周或是在国两周 就会如预期般的看到这个数字的应验 而老师还是说 以美国人打疫苗打的差不多了 那么到时候拜登总统一定会以一副救世主的姿态 大方的向欧洲来分享这些疫苗 届时欧洲所得到疫苗以及施打的速度 应该也会快速的完成 那么当然的他的病例数也会快速的降下来 如果欧洲人有愿意去施打疫苗的话 第五名就是土耳其 这个准欧洲国家单日新增的病例数 来到了4万3千人 单日接种的疫苗数字 大约落在24-30万之间 土耳其的新增病例数当然也是直线上升的 这跟什么有关系呢 这跟他们的人口流动 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土耳其他对于国内的疫情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 只有在上周疫情高峰的时候 宣布什么 实行了周末封城 当然大家也知道 针对新冠疫情 他潜伏期这么长 你一周只封两天 其实也等于没有封 所以整体上来说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预期的 第六名是波兰 单日新增病例数还是维持在22000上下 不断的徘徊 第七名是PISA之国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也在18000上下徘徊 第八名是乌克兰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是在13000左右 乌克兰其实他该担心的应该不是疫情 应该是会不会被俄罗斯给收回去 虽然疫情会重创的经济 但是乌克兰他本身在颜色革命之后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经济可言 只是沦为欧美政治 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的一颗外交的棋子 毕竟从地图上是看不到人类的存在 第九名是伊朗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为11600多人 以这个数字来看 未来可能还是在单日15000以下的数字是为主的 为什么 因为未来中国的疫苗会在伊朗广泛的施打 所以可控性应该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第四名就是菲律宾 一整个就像打鸡血一样 单日的染疫人数飙高到11000多人 以菲律宾的气候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 这个风险还是挺高的 但是以菲律宾的强人总统杜特蒂来看 他理论上会想办法的从俄罗斯跟中国 来取得大量的疫苗来控制菲律宾的疫情的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持续的观察一下 以上就是我们的疫情本周的单日新增 病例数的金榜排行榜 其他没有上榜的 包含德国单日新增病例 也恢复到了破万这个数字 因为人可以生病 但是复活节不能不过 所以是说铁粮子也顶不过宗教的力量了 俄罗斯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已经下降到不到8700人了 荷兰仍在单日新增7000例左右徘徊 印尼已经稍微稳定了 单日新增在6700人左右 日本就比较糟糕了 疫情回到单日新增2500人 这个数字虽然以日本的总人口来说还算好 但是毕竟日本要举办奥运 这个形象不是太理想就是了 加拿大单日新增病例达到2300多例 这不是一个好的势头 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受到控制的 英国已经降到单日2200多例 而且已经出现有少部分的时候 他是单日是没有出现死亡病例的 这个是非常值得恭喜的 而英国目前也开始逐步的解封 但是老师认为解封之后 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反复 但是以英国目前施打疫苗的覆盖性 要再次失控 除非是另外一种 可以完全无视疫苗的病毒出现 才有可能 不然英国本身应该是在欧洲的部分 是比较快速恢复的国家跟地区 而马来西亚单日已经降到了1300多例 但是随着改善这些病例数 马来西亚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印度的 还有马来人他们的乡村 也就是甘凤 这些地区是比较需要注重他们的染疫问题 华人社区 基本上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不然没有注意到这些甘凤地区 这个疫情还是有可能会死会复燃的 而南非部分 单日3万多的新增病例 现在也降至460多例 这几乎都是完全控制住的状况 看来南非这个地方真的是地球之神眷顾的地方了 而新加坡单日新增10例 澳洲稳定的回复只有7例 香港7例 有西兰6例 越南5例 台湾2例 而这里面老师好像没有提到西班牙 原因是老师在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的时候 西班牙并没有准确的回报 所以数字并不明确 但是按照侧面得来的消息 大概都在每日9000到1万的新增病例数之间 而万恶的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 大部分只有偶发的疑似病例 例如云南的黎江 最近出现了几例疑似病例 所以说他就封城了 封的挺快的 所以基本上其他地区都没有病例出现 而在中国的疫苗部分 老师取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的报告 中国本周最高峰的施打疫苗数字是多少呢 大概在一天700万的施打数字 那么如果以7天平均数来看 每一天至早也有500万的疫苗施打数字 这个东西是蛮好的 那基本上未来如可以成长到一天 可能可以达到1500万的疫苗 看来也是势在必行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 中国的疫情 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概率的已经接近尾声了 只要没有外来的疫情伤害 基本上中国可以强到比较好的疫苗外交的空间 以及经济上的激起之追 为什么 因为无论欧美再怎么质疑中国的疫苗 但是中国输出的疫苗 已经是他们的国家已经施打了上亿剂 而且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状况之下 那么对于其他的国家当然也是比较可以接受的这些结果 而老师在过去预测 今年的3月会大规模的施打疫苗 6月的时候会大致上恢复到一半的经济活动 即使目前欧洲的状况有点难看 但是老师对于过去的预测内容仍然没有更改 虽然可能有少部分的地方可能稍微延后一点 比如说法国这个有点坐实的态度 但是大部分的状况应该都是还是维持原来的预测 老师做的预测通常不会随便改变 无论是台湾的选举 美国的选举 或是疫情的运测 而世界未来的脚步 将会面临到大洗牌的作业 未来的中国会在未来的30年中 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地区 无论你喜不喜欢 无论你愿不愿意 这大致上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 美国梦的清醒 以及中国梦的起飞 这个是趋势 当然总会有一天 中国也会再次的飞高之后 继续堕落下来 因为推背图已经揭示了 人类总是犯着一样的错误 以及总是被贪婪蒙住了双眼 能不能破除这个循环 端看这一维度的人类 最终有没有得到了醒悟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下方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上即答兴 下方不语